今天上午,有朋友分享几篇关于陆寒代言被撤换的文章,我粗略看了一下,属于那种利益性和针对性相结合的内容,前者给人一种无时无刻都在打广告的味道,后者将陆寒的恋情重点标记出来,认为他的广告之所以被撤换,全都是咎由自取,比如说不该公布恋情,也不该跟关晓彤谈恋爱,最后形成的舆论导向大概是这样子的,同情陆寒,痛骂关晓彤。 与此,我觉得同情陆寒是出于恋爱,但是把罪责全都划到关晓彤头上,这一点就有点而过分了,而且还是不一般的过分。 有意思的就是,文章开头就举出陆寒代言过的某款护理产品,还引用其品牌高层的话,称陆寒公布恋情之后,影响到了产品的销售量,紧接着直接放出新产品的代言人,而且还是高清且带有品牌官方水印的宣传海报。 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陆寒因为谈爱被人撤换了代言,可事实并非如此,这个品牌跟陆寒是处于续约的状态,而这家品牌的高层也并没有说得如此毅然坚决, 咬定陆寒公布恋情就彻底影响到了销售量,既然没有严重影响到销售量,或者说只受到了一丝轻微影响,难道真就得把过错归咎到陆寒这个代言人头上不成? 当然,除了代言这个护理品牌以外,陆寒确实有几个代言人已经到期了,没有成功续约,或是什么的,但也不至于是因为公开恋情而被撤换或不续约。 不管在哪个圈子里头,有这么一句话说得非常好,没有真正的朋友,只有永恒的利益。 诚然,至少在商业圈里头,永久代言某款产品的明星,在我印象里头是找不出来的,如果你能找到,不妨可以去代言一下,说不好就是白日梦。